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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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來告訴大家 在陳春安就是 拋棄他的責任 去露營這幾天 我是過一個怎麼樣的生活 不過有一些體悟 總結一句話 建議大家 聽我們Podcast的都是一些比較 成熟又負責任感的人 我建議大家 不要叫年紀太小的女朋友 什麼意思 什麼東西 我們童年 他說黃雷夢 我就跟黃雷夢 早起相處 為什麼會像年紀太小的女朋友 年紀太小 導致你們兩個 各方面都會有很多落差 比如說你們的體力會有落差 比如說你一些人生經驗 生活的節奏 這些東西都造成一些困擾 然後那晚上 我在哄黃雷夢睡覺的時候 黃雷夢之後就會說 你能不能唱一些你小時候的歌 對 可以喔 我說你可以 遲遲後來接觸一下真正的音樂 他現在都不是嗎 那些抖音歌曲 所以我就唱這個 周杰倫的這個心情 我一唱之後就發現 周杰倫的歌 其實不太適合當成催眠曲 音太高 唱得很拼你啊 唱得上去 那句怎麼唱 師徒讓夕陽飛向 帶領你我環繞大自然 因著風 開始共渡每一天 我說 開始共渡每一天的時候 唱不上去 我跟黃雷夢那個氣氛都熱絡起來了 大家開始嗨起來 說哇 這太能唱吧 我還有這樣 他有一句話這個 蝴蝶子在飛 花也不滿天 但黃茂突然就聽到 唉唷 爸爸你可以唱那個 娃娃娃娃娃嗎 哈哈哈哈 超大關鍵 我就蛤 我要教你真正的音樂 True Music 超大關鍵 我也有一首跟花有關的歌 我有一首跟花有關的歌 對 不 有什麼抖音配歌 娃娃娃娃娃娃這首歌是他自己 可以從頭到尾唱完一首歌 沒錯 黃雷夢唱這首歌有越唱越嗨 對他越唱越大聲 然後到最後用吼的 哇啦哇啦哇 吼到燒聲 吼到沒聲音這樣 所以我們就從 周九雷這首《心情開始》 到最後兩個就讓在房間裡面 開重金主要跟樂的演唱會 哈哈哈哈 幹嘛 搞得很累 很晚才睡 不見 不見 我還是想唱的 太大聲 我還是想唱的 不見 我還是想唱的 不見 在小聲 在那裡 我還是想唱的 一聲 最後一聲